哈囉大家好 我是Joey 楊月琳 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前幾天我吃到了一個非常不錯的美食 它就是在桃園的藝文中心旁邊的太J太式料理 那也介於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個美食部落客 所以他也帶我來去見見市面的來到這裡面 可以擔任一個試吃員的一個角色 欣賞不同餐廳給予不同美味詮釋的方式 也可以讓我來擺脫這個餐廳宅男的這個封號好不好 OK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進入到這次的主題吧 在欣賞美食的同時呢 也會有非常好的燈光 非常好的擺盤 甚至是非常優秀的服務員 來幫你介紹每一個餐點他們的用心之處 他的菜色分別是 泰式米沙拉 酸辣鮮蝦玉米涼拌 泰味櫛瓜 羅旺子咖哩鱸魚 紅咖哩燉羊溪谷 蝦醬鎮肉餅 泰式辣漿牛煎排 東映酸辣海鮮湯 而我最喜歡的有非常多種 其中最棒的點是 泰式米沙拉 兩種玉米由火龍果及蝶豆花的汁液 來搭配著泰國米攪拌而成 就用於在清麥的慶典的時候會食用 口感呢是酸甜清爽 接著我也很喜歡他的羅旺子咖哩鱸魚 他的裡面那個醬汁真的是非常的道地 拿來下飯真的是剛剛好 來講一下我自己本身的感受好了 一走進到店裡面以後就發現他的裝潢 十分的特別典雅甚至是高貴 在前面可以看到類似像拱門的一個裝飾 那那個裝飾呢非常好拍一些對稱的照片 接著呢你會在中後半段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花的一些布置 而這些花的布置可以讓在不同的顏色 也可以搭配到不同的效果 甚至在他們的洗手間都有非常好的拍攝效果 旁邊的鏡子甚至是角落椅子上面 搭配著那裡又不一樣類型的花朵 可以去拍出那種類似於歐洲的那種典雅風 甚至是帥氣俐落的一些表情 接著到了二樓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拍攝 有可能是世人桌的也有那種大張桌子的 我們在裡面呢盡情的去享用 然後空間非常的大 整體的餐廳的顏色是以黃色溫暖的基調去做一個基底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一次的體驗是非常不錯的 也可以推薦大家一同去品嘗這一個身心靈 還有視覺上面的一個感受 今天的影片要在這裡結束了 我是Joy 楊月琳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有關於Joy旅行的影片 要進行鎖定Joy旅行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